如果您觉得现在的911特别的好开不纯粹 同时您又是一个很有品位讲究驾驶的人 今天我就特别推荐你我身后的这台车 同时这台车也是上哥和保洛克来一起改装的一台车 就是一台997.1的911GT3RS OK我们先看一眼这十几年的车 你现在看起来是不是还是特别的好看 尤其配上白色的车漆 因为在997这一代又彻底的回归了传统911的外形的美学 所以你现在看起来一点也不觉得它过时 而且这台车是GT3RS版本 RS就是要比GT3更加的专注于赛道 所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减重 这台车原厂情况下前面背箱盖 然后它的车门已经都是捋的了 后面的窗户也不是玻璃 它是聚碳酸酯的 同时它在后面也是有一个巨大的碳纤维的尾翼 这台车就特别的特殊了 这台车的上宴车主是保罗沃克 现在车主是尚哥 当时保罗在买下这台车的时候 尚哥就跟他说 你买了一个白色的G3S 这将来一定是我的车 当时不是那个34吗 我不是跟你讲过故事当中 我把34还给他了吗 34还给他了之后 结果就是换了这个车子回来 然后我当天就把这个车给 就跳上去开轴了 所以在每一步改装的时候 两个人都是有交流的 那这台车当时他们改装的想法是 OK 现在已经是G3RS 已经是非常轻量化 非常战斗的这么一台车了 他们要让它变得更加战斗 更加的轻量化 也就是说更加的像保时捷杯赛车的样子 所以这个车子当初很多元素是 他想要达到的东西 结果不信他过世之后 就没有继续把他车子完成掉 我就继续把它继续改成今天这个样子 所以它的前脸 跟你平时见到的997.1的前脸 就不太一样了 它现在更加的战斗一些 而且它也是碳纤维的 所以说这个也是会更轻 然后这一块翼子板 也变得更宽了 宽出来之后 现在底下使用的是 BBS188的三片锻造轮圈 搭配的是米其林CAP2轮胎 前是265 后325 非常非常的宽 然后在底下你看到吗 你看到这个黄色的卡钳 这个就是宝货鞋选的探陶刹车 然后使用起来当然就是 对吧 在赛道里基因驾驶的时候 它也没有什么热衰减 脚感也非常非常好 现在打开后面这个放击盖 尺寸不大 那上面有一个巨大的FNV尾翼 在底下露出这个 看起来也不是很大的发动机 这台997.1的G3RS 使用的是一台 3.6升水平对质6缸的 没资格放动机 搭配的6速的手动电动箱 的零百加速时间 实测都在4秒以内 这个没资格 如果你是玩911的人 可能会听过这个名字 叫汉斯没资格 它是第一代的911发动机的设计师 所以说 把它的名字放到一台发动机上 对于保时捷而言 是非常重要的 能够做到什么呢 就是你今天如果你的911 背的是没资格发动机的话 你二手转售价格 至少跟你的新车是持平的 这台发动机使用的同样也是一个 跟他们保时捷杯赛车 非常接近的一个 干手里壳 以及整个引擎的强化 这台车原厂状态是415匹 但是这台已经做了适当的改装 目前已经有500匹 那坐到这台917的G3 RS里呢 整个的感觉真的就是已经过去了十几年 我这个这台车也没有什么大屏幕 也没有导航 但是你坐下来之后感觉还是那么的战斗 那么的运动 而且一点都不落伍 首先呢 这台车呢 它的前面是一个爱因塔尔的方向盘 上面也是非常的干净 没有任何多余弹钮 然后在后面呢 是这个非常标志的五连表啊 而且任何一块表都没有被你的方向盘所阻挡 你的任何信息都是非常直接的 在整个中控区域这边呢 所有的按键布置的也都极其合理 在这一代的997.1的G3 RS呢 它也首先使用了这个电控悬架 所以说在这边你可以根据你的减震的 需要的软硬程度来进行调节 但其实它就只有两档 然后那个感觉就是非常硬 跟非常非常非常硬 个人很喜欢的当然就是它这个首档了 离合器的形成啊 因为刚才大概挪一下车感受了一下 哇你要是说真男人 这台车绝对真男人 然后它的离合器啊 那就更加的男人了 你要说之前排什么NSX啊 那个就是没有转向助力 哎呀好重啊 但是离合其实还不错 这台车我跟你讲 离合的行程特别的长 而且还特别的重 整个档位也很重 所有这这些加起来啊 就是这台车开起来的话 就是特别特别的硬派 如果你说现在的911是很好开啊 不纯粹的话 这这台保护节真的太纯粹了 卡拉拉GT的这个座椅 看纤维的座椅 然后包裹性这些 我觉得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吧 什么腰部支撑啊 肩部支撑啊 我觉得像这种座椅就不是说 座椅多么好来包裹我了 是我如何来试用这个座椅了 所有的911的GT车型都是没有后座的 但是呢不管你在中国还是在美国 你都买不到相应的带防滚架的版本 这个防滚架都要去通过欧洲的朋友 找关系把它订过来 然后再装到这里 对于车身的稳定性 毫无疑问是会有很大的提升的 G13这个字的定位已经开始有点模糊了 以前这个是最硬派的一个男人的车子 就像这个你看它的离合器啊 它的排档啊 都非常重 都非常非常重 然后呢包括它现在给你的车子的 整体的动作的感觉都是非常硬派的 像我现在范围普通嘛 这是普通 还是很硬 就是本意的Between硬跟飞浪 可是新的车就不会这样子了 当然因为很多科技的进步 不管是在避震器上的进步上面 还有在电脑系统上的进步 让车子上面有很多不同的sensor 可以把一个车子做到更好更快 而且更舒适 这是最后一代你跟人跟车 可以合在一起的感觉了 在之后就非常非常的 到991的时候它就是非常digital 非常数位化的一个车子 这个是夜压的新的991是电动的 然后呢你现在感觉到开的时候 如果你把它手放在上面 你感觉到是每个地面的感觉 小小坑坑洞洞它都可以感觉得出来 那991就没有办法做得这么好 早期RS呢这个代意呢 是让你可以带回赛事场上去做的 就是任何这个时候的车子 你装了灭活气 这个车就可以正式参加比赛了 像我是本身喜欢Masker的引擎 Masker的引擎呢 它有它一定的声音跟flavor 像这个因为这个排气管 你现在听到的是最纯确的一个 自然吸气引擎的声音 直接就从排气管放出来了 那新的车子它因为要符合 废气标准跟噪音标准 所以说很多的排气管设计出来的时候 它会失去掉隐形的一些 个性跟味道 这个就没有 这个就非常非常的straightforward 非常的 所以这第一个就是我喜欢Masker 这个引擎的关系 也是为什么现在大碗保持烟的人 都很喜欢Masker这个引擎 OK 因为它根本就是 它把 它把这车子引擎做得像一个 像个摩托车一样 你看 说2007到现在 这车13年了 走在路上这种路感跟它的马力 丝毫不逊色 就少了一个东西叫舒适性 不过这个车每次开完你就会想 你就很开心 就会觉得说 我今天又活了一天 这个车子你开完之后 开了一天回来之后 你就真的是腰痠背痛 手痛 然后会很累 然后你的 因为你今天花了 如果你今天跑山路跑很快的话 或者跑赛道的时候 你要花很多心思 把这车子控制好 很多很多心思把这车子控制好 可是有时候就是这个 这个整个过程会让你 更喜欢这个车子 那车子本身呢 其实它是冷冰冰的啊 但是车子背后的故事是有温度的 所以今天呢 也特别感谢上哥 可以把这台啊 所有男孩的梦想 保持的如此完好 然后借给我们分享给大家 那好了 这些罗罗北美呢 到时候就结束了 我是高亮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